好 另外来看到行政院在2月份的时候宣布开放福岛等五线的食品进口 在苗栗县的部分呢是启动了跨局处的联合鸡茶 由卫生局带头呢带领着来鸡茶头份式的购物中心 包括呢食品的来源产地等等的项目要全力为民众的食安把关 日本进口食品跨局处鸡茶由卫生局带队 会同工商政风处和消保官共同前往头份购物中心进行联合鸡茶任务 苗栗县应政府开放日本福岛食品进口 针对福岛关东地区的五个县市九大类食品严格把关 23号鸡茶日本食品标示14件抽烟两件水产品送烟 除了从源头落实源头去做管理之外 我们会从食品标示还有加强抽烟的部分 那其实目前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去看了140几家的食品的部分 目前是没有发现有日本福岛相关的食品进口 那可是我们持续还是会做这个计划 那针对日本的食品的标示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除了要标示原产帝国之外 日本的进口的食品要标示到都道府县 落实源头管理加强鸡茶产地标示 扩大高风险产品抽烟为主要的管理面向 从输入贩售等食品供应链 扩大茶和来源和抽烟 有大类的风险食品我们会进行抽烟 那针对它的放射线核种去做我们的 不管是点131或设134137 这个核种的那个放射线物质的去做一些检验 那如果有违规的话 我们将依照食安法去采取 如果是食品标示不符合 我们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24条第二项 我们去进行限期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完成将进行2万到20万的 采取的部分 苗栗县111年将棘查650件日本进口食品 并抽烟食品的检测放射性核种 呼吁业者遵循法规 日本食品违规者 限期未改正 依法可以处2万元以上 20万以下的网还 而民众血沟时也应该要多加留意 20万以下的网还